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应该讲是美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众议院议长 时间特别短 然后也是第一个被弹劾下去的众议长 或者被选下去的众议长 所以挺尴尬的 所以最新 我看那个凤凰卫视有个记者 驻美记者的说法 最新讨议的新会议了 说他准备持续众议员的位置 这个他真正不做 那对共和党打击挺大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麦卡锡这个人 应该讲在共和党的 还属于比较稳重的这一派 这个 所以这个跟着民主党一块 把他赶下台的那八个那个右翼 那是极右翼 知道吧 那是真正的极右翼 那么现在共和党的情况就是 少数极右翼可以绑架这个主流派 这是说明现在美国共和党 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大 虽然阶段派很少 但是他很关键 所以他可以绑架那个主流派 所以麦卡锡我个人认为 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属于相对比较稳健的那一派 所以他这一次就是在预算问题上 是不是跟那个拜登政府就合作了 为了避免这个政府关门 是不是搞了一个45天的银时预算 就是还是为了避免那个政府关门 影响整个国家的力量 所以我们从一个外界的角度看 他竟然是温健派 但是现在你看到这个情况就是 温健派现在控制不了局面 经常会被那个极端派绑架 对不对 说明这个整个美国政治 现在我觉得是不太正常 这个太极端 而且共和党内 这个极端派温和派的斗争比 明知道还要更明显 这个呢反正对美国政治的质量是不好的 对明年的大选影响也是负面的 当然眼前就带了一个问题 谁来出任那个下一任议长 这个我看那个麦卡锡 肯定是新会议人不干的 他也没可能性了 那个他点到了几个人 像什么乔丹啊什么东西 他也没兴趣 所以我觉得是个难题了 所以不是有很奇怪的说法 说请那个特朗普先生出来做 对吧 但是可能性很小 这个 所以在结论就是 麦卡锡下台啊 说明了美国政治的极端化吧 美国政治质量的下降 这个 这对我们观察未来的美国政治啊 就提了一根心吧 就是 哎呀我们过去理解了 美国政治的一些逻辑啊 现在就要改一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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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